咖啡一家人 当时我们就 猫逼了 狗蛋 你咋还不找媳妇 哎 没人看得上我啊 没事 书给你找 你说你想要什么样的 脾气要温顺 力气要大 能下地干活 不能挑吃挑穿 最最重要一点 奶子一定得大 有大师友 不过聘力会有点高 书只要符合条件 聘力高点也没关系 行 我家那头奶牛归你了 老婆 想不想吃水果 我给你削 想吃想吃 我们在一起五年了 你居然要跟我分离 好 分离就分离 明天见面正级 老婆 我不是故意的 你就原谅我吧 你把另一半拿过来 我就原谅你 美女 做我女朋友好吗 你有什么本事吗 你想找有什么本事的男人 这年头 这年头不说别的 关键都是看你会不会赚钱咯 这还不简单吗 现在就给你看看我的本事 怎么样 赚得够快吧 一般人都没我这速度哦 我刷卡 你干什么呀 请问你衣服里面鼓鼓囊囊的做了什么 这是药 吃药 是我自己的药 老公 电视上说 有些穷亲戚真的好可怕 幼年人 甩都甩不掉呢 嗯 是吗 哎 还是我们家好 没有穷亲戚 我们就是别人家的穷亲戚 看完不过瘾 微信点击添加朋友 点击公众号 搜索哈皮家人 添加关注 拯救各种不开心 看完记得点赞分享哦